好多们还是在这个视频的末尾还是讲一下吧 我们这个刚才为什么这个突然编译经的编译不成功了 我这边是重新加载了这个知识库 这个数字签名也是也是也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这个一语言告诉我们说是找不到 那么我们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们把那个重写一份 对新建一个一语言程序 那我这边似乎没有 我们直接打开这个一语言 好的我们直接打开 然后新建一个穿过程序 其实并不用重新 我们直接把这个能复制的全部复制过来 然后至于他这个为什么是这个老师提示 这个知识库错误这个事 我也真的是无赖了 我刚才找了半个小时 一直没找到这个解决方法 我们也是迫于无赖 我们只能这样操作一下 然后重新给他布局一下 对 这个操作并并不是很难 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把他们这个再把这个启动窗口的这个程序把它给程序机给他复制进来 把他们再调试一下看看是否 把这个窗口真的没有找到我们就新建个窗口 这个窗口就是一个这样的文本 再给他新建个窗口对 非常的坑啊非常的坑 我也实在是我真的是搞不清楚这个为什么我们添加了一段那个代码之后 写了一段那个取运行目录还是什么写那个什么东西的那个代码 去运行目录之后他就这个提示我们这个支持库出了这个严重故障门 要是各种办法都是没有解决我们也是非常无奈我们只能重来一番 这个真的是非常无奈 此时我的心情是不是你们能够这个理解的 好的我们再把这个窗口登录的这个程序机给复制进去 好的我们运行一下试一下 还提示我们这个重复的这个只能是名字还有这个计算这个GTK我们把这个长量数据表给复制进去 还有这个全局变量表也给它复制进去 插入全局变量 我们再运行一下 还提示我们这个这个JS类脚本组件没有找到我们支持库全选 确定 该指定数据内行为找到 那么我们这个把这个模块给选上模块对 这个也剩两个那点不对是那一个模块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上了 就是这个东西 模块 对建议模块 然后 还有一个windows10的那个皮肤模块内存皮肤模块 我们把它给选上去然后 开始运行 好了这边是运行成功 我们精彩编译 精彩编译 精彩编译 123 好的这里还是提示我们这个PB这个谢尔这个你把这个支持库这个静态库有有这个问题 有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也是保存一下这个圆码版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的这是哪里出了故障 这个是所有的这个支持库的这个列表我已经把两个文件给附近复制进去了 所以他为什么还是提示我提示我们错误 表示非常的无赖 嗯 依然还是打开这个圆码 他既然能够调顺行 那么说明我们的代码是没有错误的 没有错误他他这个提示这个支持库有问题 那么 我们在这个支持会面找一下有没有这个PBC要干这个什么东西的这个 这个支持会是说起来我就有点恼火的 啊这里是有的 啊有既然有而且这个数字签名就是这个东西来copy出来 保存一份 让我们再打开我们这个原来原来的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对就是这个课程里面的 好了我们运行 好了没有故障我们禁边 我来提示我们这个找不到静态库 这个干这样一个路径 这个PBC要干这个这个这个你吧这个我们这里是 好像似乎是真的没有 似乎是真的没有没有这个静态库的这个这个 我这边是在这个 找一下吧我 应该是有的搜索 点这个iPhone1 当时这个似乎没有这个点这个 LiB这个什么东西我们搜索 sgll.lib 我们看着这个帖子 是什么意思 我这边是在这个论堂上面 丢了一个 悬赏问题 我也是 十分的好奇 这是怎么回事呀 好了这里也是根本 除了这个团圆的故障 还说你用你用了什么支持库这个是这个跟这个跟废话有什么区别 这种废话也能够是最佳答案 这个应该是这个帖子应该是违规的应该要删掉成型的 不过反正这个论堂不是我们的 我们他这是射死是猴 我们也是无声赖亚不要管他 那这个这个 把常用的精态给我发给我吧 几百度 一二三 第二个三三八王只是不可以发了 这个 我也不信啊这个一语言我下载了五十八个榜本了 这是 PBC 跟这个什么东西 我们 返回这个语言看一下 此时我们打开这个语言他并没有提示我们这个支持库载入错误 而且这个能够成功的调试运行 那么此时我们应该是 庆幸的 因为这个 原码并没有 因为这个支持库的错误出现任何问题 我们 精态编译也是没问题的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这个变普通编译是没问题的我们看一下精态编译还是哪里出了过程我们再找一下刚才我又忘了什么东西了 他的提示找不到这个这个这样一个文件 我们搜索这样一个文件 好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直接把它复制 复制出来以后他说在这个这个 什么东西这个什么东西这个名字里面没有 我们就找到这个文件夹 对就是这个问题让我们把它复制进去 好了这里复制进去之后我们再来了一个进编试一下 好的他提示我们这个进的编译成功 美是非常的完美那么我们这个错误也就是算是算是这样修复了 还有大家就是要不要不要不要刻意去纠结这个知识库这个是一语言默认默认就就会自带的 我这边至于为什么是重装了那么多次还是有这个错误这个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我本期这个电脑的问题 那么我们 测试一下这个功能是否能够正常网耍 把板击拿去 此时他会给我们写出一个 隐藏的这个ZET这个数据 好的我们再重新打开软件 快速登录看看他是否会把我们自动选择这个 广东电信一区 好的此时他已经会自动给我们选择这个广东电信一区不过这样看起来是 似乎并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手动来改下把这个改成湖南电信一区 再次再次运行软件快速登录 把你拿去 好了这里会自动给我们这个 这个切换了这个湖南电信一区 而且这个软件公告 新榜本 这个下的例子都是读取的非常正常 那么我们的软件也算是 也算是比较漂亮的完工呢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目前是最新版本无需更新所以我们把这个这个本地版本给他改改成这个1.1 跟这个网络版本同步 此时他就不会提示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那个提示新版本提示有新版本下载了 我们也是非常的完美 完美 完美的话 我们 接下来那么我们这个本期的教程也就是本期这个整整一大课 就是这个这一个文件夹 6课 8课 这个教程也就算是到这结束了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这个书看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学学的这个 学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 就是 还有也没有什么了我们就 结束视频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一期不是下一刻 好的拜拜